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带您关心的是 在今天国内新增了两例本土 还有六例的境外移入 另外在确诊个案当中 新增了有两例死亡 我们知道在高端开打的隔天 出现了首例死亡个案 是一名陆信的专栏作家 他送医不治 疫情指挥中心 在今天公布了解剖的结果 死因为主动脉剥离合并 心包甜色 也是打高端传出死亡后的 第二例主动脉剥离症状 但您来掌握指挥中心的说法 那一例他解剖 看起来主动脉就是要从心脏离开 离开心脏进入主动脉 我们叫主动脉根 那边出现这个剥离破裂的情形 那因为离心包膜就是在旁边而已 所以有整个破裂进行心包膜 因此心包甜塞 心包甜塞是一个会急速 这个血压降低的休克的一个急症 所以也不幸 就不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动脉剥离 合并这样心因性的 休克而过失 所以我们的势力里面有两例发生性剂 主动性主动脉剥离 这两个还要在 因为另外还没有解剖 另外一个那个有一个女性吗 之前有说过 对 那个是一个诊断 在这一个临床的诊断 所以相关的还要做更进一步的解析 像这个案子也是这样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是解剖后的发现 那最后还是要由法医来做死因的判定 所以我们现在要证据一下